一笔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还是量缩 然后指数涨不上去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那盘早盘还直接开低 可是开低的时候跌了96点 那目前只有小跌 大概四五十点左右 那同样的是指数跌 成交量预估到收盘 可能今年应该是2500都不到 好 这种盘呢 最近就这样子嘛 维持一个区间嘛 量多缩 对不对 好 各位 上个礼拜 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 2024年刚开盘没多久 我跟大家说过 接下来这盘会怎么走 13号 选举嘛 对不对 我说这个礼拜不会出量 好 这个礼拜不会出量 好 那你2月5号这一天呢 是封关日嘛 后面要过农历年了 所以呢 这两个礼拜左右呢 量也应该出不来 是吧 好 所以呢 我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讲啊 这段期间里面 唯一有出量机会的 是在选后的这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期货结算嘛 多少都会去动全职股嘛 对吧 好 可能问题是 你有把握说 下个礼拜一定大涨嘛 对啊 选后到底会怎么样 不知道啊 谁会当选现在不知道啊 谁当选会怎么样 你现在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从这整个 这整个未来 这差不多这几个礼拜的角度里面来看 指数 没有那种出量攻击的讯号 所以呢 整个盘势呢 我昨天就跟各位解过了 我就说 重点在哪里 现在走区间还是微多嘛 但是 你要提防他盘头 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我昨天有 画 从技术面我们去画图给大家看 我也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中间有什么国际金融出现变化 我们再来稍微做调整 可是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话 我就说啊 这是废半嘛 这是台股嘛 对不对 我就说啊 如果你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 国际金融的一个利多去刺激的话 照理说啦 废半应该维持在一个区间啊 但是这个区间呢 因为你月线成本已经开始慢慢上来了嘛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区间啊 你还会在三不五十让你看到 哎怎么搞得月线上不去 月线上不去 如果说走区间的话 最怕的就是破景线 对吧 好那台北股市呢 也是一样啊 现在整个月线什么也都上来了 所以呢 这地方是维持一个区间啊 那这个区间我就说 你要提防什么 这一天啊 那是21号附近嘛 这个地方啊 这个点不可以破 如果这一破的话 这上面就有差不多一个月的套牢筹码去 那接下来呢 月线会下压 按台北股市再去看 季线是不是支撑 是不是 好这我昨天讲过了 详细内容你再去看昨天的节目 在YouTube里面有 好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啊 找盘的时候啊 已经有 已经有破那个17442那个低点 有没有 尖缺低多少 17439嘛 赶快拉起来 好你再不拉的话 这个地方啊 你让它真的正式去跌破这个点的话 那台北股市上面套牢筹码区 它就已经出现了 是吧 好那接下来这个牌 它会怎么去走 会不会出现这种啊 区间为多 但是会不会出现盘头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 好我们来继续看啊 当然国际股市还是一个重点 我们先把国际股市先拿出来说 其实你从最近这几天啊 美股的表现来看 比方说道琼就是维持区间嘛 前段道琼算强的 因为它现在月线没有破 科技股呢 这几天啊 就在月线附近走震荡嘛 废半也差不多一样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等啊 等明天啊 那个CPI的公布 可是如果说我们就从通膨这一块来看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从上次联总会主席 他出现了一个比较鸽派的言论之外 其实最近啊 很多官员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都偏鸽派啦 你注意看啊 比方说 好 这有一个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就说了 他重申今年年底前要降息两码的观点 那首次降息可能会出现在第三季的某个时刻 好 再来 联准会的理事报也说啊 美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已经足够限制 随着通膨问题缓解 暗示愿意支持降息 对不对 好 可是你们觉得很奇怪 现在大家都偏鸽派 你说美股应该要攻啊 那为什么他攻不上去 对啊 你看 美股就是维持区间啊 为什么攻不上去 好 那各位 这个重点就在于说 你什么时候降息 好 你来看 什么时候降息 大家都预期啊 最好你赶快三月赶快降 是不是 可是呢 你从去年12月15号 几个重要的一些机构里面去预测 三月的有两个 比方说高盛 那预计呢 六月要去降息的呢 六月开始降息的呢 大上有什么摩根大通呢 巴克来了吗 德意志银行 有没有 那如果你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三月降不降息 没有把握 三月没有降息 六月几率就很大了 可是呢 这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你注意看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嘛 你美股要怎么样才能够走攻击 很重要的一点啊 你看啊 我说股市的多空 都跟公债殖利率的涨 跟跌有关嘛 对不对 十一月份为什么全球股市大涨 因为公债殖利率跌啊 如果说你三月份有机会降息的话 就代表了说 你公债殖利率跌得多 最近稍微反弹嘛 如果你三月有机会降息的话 照理说 公债殖利率还有机会去破 前低大概4.7%附近嘛 这边这边我要看着 有没有他有机会去破前低4.78嘛 那如果说你公债殖利率呢 能够破前低 那不用讲了美股一定攻啊 可是你现在三月降不降息 没有把握啊 六月几率比较大嘛 如果你三月没有降息的话 那代表什么 你公债殖利率呢 跌深之后反弹就跟你耗在这里啊 等到六月份真的降息之后呢 他才有机会去破前低嘛 到时候股市才会有机会走攻击 对不对 好 但这个区间盘久的话 你会不会破颈线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来到这个时间点台股也是一样啊 维持区间的时候 你要提防他盘头破颈线 如果出现这种走势的话 我跟你讲啊 涨多之后呢 有个回马枪它算合理啊 可是你受不了啊 因为你这股票都追高点啊 你怎么会受得了 每次高点你都不慢 然后呢 每次都在等上涨那边等解套 搞半天啊 真正多头都没赚到 都用来等解套 这样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说 很多时候你要去找一个 真的看得懂盘式的 有多有空啊 不是每天叫你买 买到现在为止你也没炸算啊 你还要继续下去 这可能就要你思考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我就说嘛 你这样仔细看嘛 如果你三月没有降息的话 那接下来都是量缩 当然啦下个礼拜啊 这地方会出量啊 会不会打额涨 我们仔细看啊 外资昨天空单增压 五千四百六十九口 现在总空单是 二四二六零 两万四千多口 外资在干嘛 他也不知道选举会怎样啊 他在避险 你先想看 你先看这个 今天彭博社发表一篇新闻嘛 他说比俄乌战争还惨啊 台海如果说爆发冲突的话 全球恐付出十兆美元的代价 有没有 彭博社的新闻嘛 我跟你讲嘛 付出最大代价是台湾啊 昨天连那个国家级警报都已经发出来了 你去试想 外资会怎么想 我信心满满他继续满 我说啦 选后到底谁当选 接下来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如果三不五十有出现那些警报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 外资怎么可能会把资金留台湾 所以呢 选后的盘势现在充满不确定性嘛 那我可以跟你讲 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好 看什么 你看新台币就好了 在美元没有大涨的背景之下 如果其实说新台币是出现贬值的话 我跟你讲那个外资一定是落跑 外资一定落跑 所以我就说啊 选后台北股社会大涨嘛 很难讲啊 现在外资有两万四千多口的空单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空单啊 它就创 2022 就是两年之前啊 二月份 二月份那个新高啊 那你仔细来看哦 那个时间点在哪里 现在外资的空单啊 它现在创 2022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2022年二月份以来的新高 那时候是高点 对不对 那时候是高点 好那头没有 你还记得吗 你看我节目够久的 那个时候的高点 我有叫你跑 那时候高点我有叫你跑 去年的七月份 我也叫你跑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做法呢 不是每天叫你买啊 那买了一堆之后呢 每次在等多头等解套 没有一太大意义啊 所以呢 如果以这种排斥来看哦 我说你 你现在要怎么做 找一个看得懂的人嘛 不是每天叫你买的老师啊 那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说要怎么做 图也画给你看了 那会不会照这样的模式 我说后面 我们再看国际金融怎么走嘛 但是量错是常态嘛 然后呢 到下个礼拜呢 又起过结算 外资空单这么多 会踏涨吗 我很怀疑啊 所以我就说啊 一月二号就说 准备你要逢高务力调节了啦 不是叫你一直买啦 你老师都每天买 一月我要跟你讲啊 见好就收啊 是不是 以这种盘式来看 哪来的标股 那现在一堆老师 每天都跟你讲 你看我大赚我大赚 你仔细看哦 那个都是什么清代会员 一把会员全挂了啦 全部套了啦 现在用骗的啊 全部都是清代会员大赚 这种环境 这样的讲法 我说句实话 对你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 当然现在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股票市场里面 你的失误越少 怎么做你都是赚 我跟你讲 你的财富一定累积的出来 可是呢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说指数维持区间还是多嘛 可是你要留意高低位阶多空分歧严重啊 我1月4号就告诉你了 你现在回头来看 你看有些个股 你看那省准 这波已经从高点跌下来 现在还在创波段低点了 你再仔细来看 全新这一波不是一路跌吗 到今天还在创低点了 你看天狱 我把他还原全职给你看 还是在创波段低点了 你看那个华欣哥 到现在为止 已经打到半年线了 有没有 已经股价跌一大段了 今天呢 国际开始补跌了 有没有 很多个股 你看昌和 这一路跌 现在有一些个股 反而在今天走势里面 已经开始慢慢有出现什么 做头的迹象 有没有 这些都不是小股票 不要跟我讲说 这市场产物都没有 你老是没有叫你买过 不可能啊 每次都是涨的时候 拼命叫你追啊 你全部都追到高点了 股票都不卖 是不是不卖你就是大赚 股票不是要有卖有卖吗 有时候你把钱放口袋 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能够 怎么样才能够 让你听得懂啊 有时候你那个贪婪的心 你把它收一下 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 但是你失误太多 你怎么赚得到钱 每天都涨停满 每天创新高都是你的 涨的时候拼命叫你去追 我就跟你讲过了 那个套牢的 停损的比你赚钱的多 这种生意哦 这真的是没办法赚啊 你懂我意思啊 好 再来 那要怎么做 你看我们怎么做 低档的时候 我都叫你买股票 全市场没有人告诉你说 航运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从11月13号开始买 11月28号低点买 12月8号我也低点买 对不对 就我们看来 这个波段起来超过四成啊 而且我第一买 我会高卖 什么叫高卖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了 12月22号 那时候我们开始获利调节嘛 我说先调三分之一左右嘛 因为我买三次嘛 是不是 你注意看啊 22号在哪里 22号在这里 当天那时候一个波段的高点 对不对 这里先卖三分之一 拉回你就不用担心 再来 1月4号 我说之前获利三分之一嘛 再卖三分之一 1月4号在哪里 这波最高点 有没有 到了1月5号 我说已经破57.3了 破了支撑 我说我建议你卖掉 全部出清 在哪里 1月5号在这里 我全部卖在高点 有没有 你看它又跌下来 你等到涨了之后 你再来去追 你就追高点啊 欧林斯你要低买啊 我低买高卖啊 对不对 而且这些股票也不是说 等到涨上来之后 我再叫你去追 然后呢让你帮我抬轿 我不干这种事了 我11月13号 你看在我们那S里面 9.39分 有没有盘中我就告诉你 这里可以留意 低档的航运股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LINE 你赚得到钱 所以呢 你跟着我们低档布局 赚这一大波 不是很好吗 而且我卖掉了 结果你拼命去追 像这样的个股 万海也是一样啊 低买我们去高卖 哎 导播跟一下 低买高卖 对不对 我说嘛 你去年一整年 跟我做航运股的 当初七月份啊 除全息我们也是低买高卖 我们赚钱一许啊 低买高卖嘛 你看嘛 那个洋米也是一样嘛 所以我们是这一次啊 我们在这一次11月份 你看说去年11月份 我们是做第二波 我们继续赚 而且不止这样 12月13号那时候 我要跟大家讲啊 接下来AI有机会嘛 对吧 我那时候跟你讲AI嘛 我说你看我LiOS一定赚得到钱啊 结果呢 没时间拿图了啦 我们直接来看啊 这里买嘛 拉高我开始获利调节啊 对不对 你是算啊 这里买嘛 拉高我获利调节啊 你看到现在都跌下来了 再来 很多股票也是一样啊 释阳12月25号告诉你的 结果这波已经飙超过4成45%了 那低买高卖就好了啊 谁说一定要用追的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说美股在走区间啊 现在你要预防它会不会出现回马枪啊 如果出现回马枪的话 我就跟他讲啊 你看哦 这些AI的股票 为什么这波涨不太上去 像今天光宝科这样一跌下来 你看离前低又没有很远 如果美股有回马枪 我就说有些个股啊 到现在为止啊 你可能要注意啊 你看啊 这些个股都跌下来啊 就是AI的股票 融资创新高 你要预防什么 它会再创波段低点 去年7月叫你卖 你就是不卖 还有人来参加会员的时候 说啊那个AI很好啊 我有钱我再买就好了 我不需要停水 然后高点我不要卖啊 营链之间差多少 真的啊你看嘛 你的营链之间差多少 该卖的时候不卖 到现在为止呢 如果美股不稳的话 搞不好还创波段低点 因为这波涨不上去 因为头码太乱了 是不是 谁能帮你 谁不能帮你 其实你心里有数啦 只是你那个贪婪 因为想要赶快赚快一点 这个也涨停板 那个也涨停板 去参加嘛 你已经那么多年参加 这些老师参加那么多了 去参加没有关系 越赔越多 好 那接下来怎么做 好 各位我们仔细看 刚刚我们说嘛 未来的盘式 区间盘还是多头 但是你要预防到破景线 对不对 好 我今天车标写 生计股为资金避风港 为什么 我们要仔细看 刚刚我们已经跟他预测过 就是说 以这种盘式来看 下个礼拜就算会出量 未必是拉高节算了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期间里面 过年之前都没有量 如果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适合涨什么股票 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到 哇 奇怪怎么办 最近一些高档的股票 都跌下来都跌下来 不是小股票 对不对 你看被动员金都知道了 你看荣资还在高档 现在都拼命在等解套 那为什么生计股 它这个地方会是资金避风港 原因在哪里 所以你仔细想 现在我们当然 如果量说的话 那盘式指数又不稳 那边这边跟你耗半天的话 当然你不需要大量 能够拉抬的股票 就是一些比较小股票 但是为什么 我这边会跟你讲生计股 原因在哪里 你注意看这个 你看 这是美股维持区间 这是美股维持区间 对不对 涨多了都在走震荡 美股现在持续在上空 是NBI生计指数 有没有看到 现在什么东西最强 现在最强的反而是生计股 也就是说美股现在他把他的资金 涨多的那些什么 什么一些全职的一些高价股 都先卖了 卖掉之后呢 现在美股把资金 移转到生计股里面去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整个台北股市 它未来的发展 接下来没有 我没有看到什么攻击的讯号 国际金融也没有这个讯号 我说未来农历年前的这段期间 如果有变化我会跟你讲 目前没有啊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这都是属于量缩的格局 那量缩的格局里面 当然比较适合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如果那是你台北股市 要跟国际股市接轨 现在美国的NBI生计指数 是创新高 有没有 所以现在要把资金移到哪里去 就我和大家说的 我们股票的获利卖掉了 我股票也没有很多 那我现在慢慢的把资金移转到哪里 移转到生计股 你懂事啊 所以我们仔细看 我1月5号的时候 那时候有跟他讲 有一些比较低档的生计股 同样嘛我们就低接嘛 我们不要追啊 很多老师都看到那个股票 涨上来拼命叫你买 我说了好 这个能够让你赚钱 你现在不用找老师啊 你懂事啊 所以同样的我们去低接啊 就像当初我们做航运股一样啊 大家都不看好 不看好没关系 你不要买我买 对啊我会员买就好了 结果我们大赚四成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资金移转到生计 还没有涨啊 你仔细看哦 最近的盘不稳 可是呢他跌不下来啊 你看啊 等他过警线就准备走破断啊 可能这几天盘势不稳了 他都跌不下来都留下引线啊 对不对 那现在离警线呢 没有差多少 只要补个量就过去了 而且你再看整个法人面 现在资金买在哪里 全部都资金集中在这里啊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NBI生计指数是创平高啊 所以接下来你要懂得资金移转 不是那么拼命贪平拼命嘛 买到现在为止你看AI就知道 一点帮助都没有啊 所以找一个看得懂的老师 才能够真正让你赚得到钱 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讲过啊 我们这个年度会员 一年度最大优惠 我们就最后倒数了 就快要结束了 我跟大家讲啊 为什么要给你这么长的会期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直赚一直赚嘛 我们一波一波的赚嘛 那不高点币开就好啦 然后呢每一次有低档的那个轮动 我就帮你抓到嘛 其实我换算过了 一年 我给你这个一年的时间啊 换算每个月啊 我说句话只有几千块而已 你想想你每个月花几千块 结果呢 我给你的股票 是能够大赚四成的股票 你觉得值不值得 对啊一个月只几千块啊 问题是你跟我做呢 这个地方能够大赚四成以上的股票 你们都算翻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最后倒数 最后倒数 你认同我们的操作 欢迎你来一点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肖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旧会员续约 物超所值 专人服务 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你的资金 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部肖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旧会员续约 物超所值 专人服务 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 你的资金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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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大家好 我是张耀文 很多人有照顾别人的经验 照顾一天不困难 但是照顾十年真辛苦 年就要到了 邀请大家作会支持 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 送礼多长 送一份 两个礼 跟红包 不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年 第三十次届 韩式吃饱三十 送礼到家 需要您一起帮助 好 欢迎到现场 选前这个磐式 就亮所所区间 但是选后 是不是一定大涨 现在不确定 因为外资的空单 创这两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整个磐式的发展 我们也跟大家预告过了 那你要预防 因为有些个股 你去追高点 那我是预计了 接下来的生计股 它会成为资金避风港 如果说你想要从 低档布局去赚它一个波段的 各位跟着一起来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的优惠 最后倒数 认同我们的 让我带你大赚一整年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小村元老师声明书 请来网路诈骗猖獗 当用小村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 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跟着骑自走 这间差不多了 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快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运达投顾萧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救会员续约 物超所值 专人服务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你的资金 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